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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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上午好 歡迎大家出席第15屆全國大專辯論賽小組賽現場 現在讓我來為大家介紹今天正方雙方代表 正方是來自馬來西亞國立大學 一邊蔡明恩同學就讀人類社會學一年級 二邊張家恩同學就讀法律系二年級 三邊劉毅宣同學就讀法律系二年級 而四邊鄭化堅同學就讀法律系二年級 請代表馬來西亞國立大學向各位問好 反方是來自新紀元大學學院的隊伍 一邊周文輝同學就讀資訊工藝二年級 二邊洪盛同學就讀中文系一年級 三邊吳建民同學就讀媒體系二年級 即四邊朱詢林同學就讀中文傳播基礎課程 請代表新紀元學位問候在場各位 介紹完雙方變手 現在讓我來為大家介紹今天三位勞苦功高的評審們 第一位林梓杰先生 前澳洲國立大專變手兼教練 2012年全澳洲大專 大專中文辯論賽冠軍 2010-2012年全澳洲大專中文辯論賽全場最佳變手 第二位評審蕭俊仁先生 畢業於馬來西亞大學法律系 現任於馬大辯論隊教練 第三位評審 陳少謙先生 現任於各中學和大專辯論指導教練 以及星洲日報和南洋商報的專欄作者 現在讓我來介紹今天的賽制與規則 請雙方仔細聆聽 首先正反雙方的一便將開篇利潤 時間為四分鐘 由正方開始 不過每當一方的一便發言結束後 對方將派出一名除了四便之外的便手 對剛發言的一便進行盤問 時間為兩分鐘 諮詢結束之後由正反雙方的二便進行陳詞 時間為三分鐘 由正方開始 同樣的一旦一方二便發言結束後 對方將派出一名除了四便及諮詢過便手 進行盤問 諮詢時間為兩分鐘 緊接著 雙方三便將做出博論時間為三分鐘 如上在任何一方的三便結束博論後 對方將馬上派出一名除了四便及諮詢過對方之便手 來針對對方的三便進行諮詢 接下來雙方四便將對在這之前的辯論進行第一階段的總結 由正方開始 得注意的是 此階段的總結將與第二階段的總結共有一個時間長度 因此 雙方的四便在第一階段總結後 剩餘時間 將成為一方在第二階段總結 時間線 總結一和總結二將一共用六分鐘時間 在總結一結束後 將進入領隊指導便手時段 雙方的領隊或其代表可以上台 以便手進行指導或討論 在這環節雙方共享兩分鐘 指導環節完畢後 就是最刺激的自由辯論時段 在自由辯論中 雙方各有四分鐘 每一便手的發言次序 時間與次數皆不受限制 需要留意的是 雙方的計時分開進行 每次一方的便手發言完畢後 另一方 時間將立即開始 那一方發言總結完畢以後 另一方還有剩餘時間 都有那一位或多位便手 可以繼續交替發言 直到剩餘時間用完為止 自由辯後 將由雙方四便總結程式 雙方各自時間線而為 雙方在各自總結一結束後 所剩餘時間 這階段由反方開始 每位便手在限定發言時間 剩下30秒時 大會將以一聲靈響提示 發言時間完畢時 則以兩聲靈響提示 便手需立即停止發言 在指導環節中 當時間剩30秒時 大會將以一聲靈響提示 當時間完畢後 則以兩聲靈響提示 討論必須立即終止 而在總結一時 便手每發言一分鐘 大會將以一聲靈響提示 但剩下30秒時 大會將以兩聲靈響提示 若便手在第一階段的總結 用完所有時間 大會將以三聲靈響提示 便手需立即停止發言 現在讓我來為大家 介紹今天的便題 今天的便題是 網絡使人變笨 或是變聰明 這方的立場為 網絡使人變笨 而反方的立場則是 網絡使人變聰明 好介紹完便題 我宣布今天的比賽正式開始 首先我們有請正方一遍 開篇立論 時間為四分鐘 有請 謝謝主席 大家好 21世紀是網絡發展最迅速的時代 實現無處不在和無遠伏跡的連接 在移動互聯網迅速發展的近幾年 時刻在線已經成為了許多人的生活常態 網絡無處不在 無時不由的成為了這個時代的一個基本需求 科技的發展也讓網絡從桌上的電腦 變成手上的手機 無控不入的滲入我們胸 養成了低頭豬這個社會新現象 網絡之所以讓人無法自拔 因為它即時 多元 娛樂 開放和互動性強 然而這樣的發展對人類的智力而言 是好是壞 是值得我們思考的 美國德州大學心理系教授馬克曼就告訴大家 要變聰明必須具備以下條件 一 良好的學習習慣 二 獲取高品質的知識 三 高思考和分析能力 三則必備 缺一不可 笨和聰明是個相對的概念 而變笨和變聰明 這是個動態的過程 隨著時代的進步 只要我們沒有跟上時代的腳步 被社會淘汰 沒有進步就是變笨 因此 我方只需要能夠論證 網絡阻礙學習 讓人無法獲取高品質的知識 那我方立場成立 今天 我方將以兩個方向來論證 網絡使人變笨 第一 網絡的多元 俯持人的學習習慣 根據大馬多媒體委員會資料表示 大馬人平均每天上網8小時 人生充充數十年 把三分之一的人生放在網上 人們得到什麼 時間就像一張漁網 把它撒在那裡就捕捉到什麼 不可否認 網絡的確提供了有用的知識 但對大多數的網民來說 上網的目的究竟何在呢 美國艾莫里大學教授就表示 青少年使用網站中 有90%上社交網站 只是在傳播留言 無助於學習知識 谷歌數據指出 全球最大社群網站 每月有44億的訪問量 是社交新聞網站.reddit的兩倍 瀏覽高峰期 竟然還是在上班或上課時間 早上的90至下午50 網絡的豐富多元 卻使人陷入聲色選馬 指最精密之中無法自拔 各位 學如逆水行舟 不盡折推 如今社會不斷地在進步 知識不斷地在更新 這時若它把有限的時間 浪費於虛擬網絡 人只會越變越膚淺 其結果只會是虛度光陰 總結網絡阻礙學習 學習之間減少 使人退步 網絡使人變笨 第二網絡的快捷淺化知識吸收 科技會改變人的行為 有了電腦就少了書寫 有了電梯就懶得走樓梯 有了網絡搜索關鍵字便能得到答案的功能 導致很多人的閱讀含量減少了 以前學生要知道誰是關公 必須翻閱三國演義 不只知道了關羽的一生 還知道了東漢末年群雄歌劇的混戰 未屬五三國之間的政治和軍事鬥爭 了解了一批刺刹風雲的商國英雄人物 現在搜索關公 答案就是他輔助劉備完成鼎立三分大夜 被後人推舉的神聖偶像 他們不知道關羽在華融道放走了嘲嘲 也不會知道他大意施金收敗走賣成 在快速得到答案的同時 喪失了細節以過程 漸漸的我們從思考答案變成了搜索答案 知識越來越淺 思考越來越弱 人也越來越笨 各位網絡世界無其不有 所有的資訊都在我們的五指山裡 殊不知多元的資訊腐蝕我們的學習 廣大的資訊混淆我們的知識 快捷與方便弱化我們的思考 謝謝大家 接下來有請反方 除了四辯以外任何一位辯手 向正方一辯進行諮詢 時間為兩分鐘有請 謝謝主席對方辯友你好 想問一下對方辯友你們對變笨的定義是什麼 我們對變笨的定義就是沒有進步就是變笨的體現 因為變笨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是沒有停止的 沒有進步並不等於變笨 是變笨 是變笨 我沒變聰明 可是我覺得保持不變 它是一個相對的概念 而且是一個動態的過程 沒有進步就是退步 答斷一下 你概念錯誤 沒有錯誤 我沒有變聰明的話 並不代表我變笨 只是保持不變 只是共識沒有達成意 沒有錯誤 那我問一下對方辯友可以再講清楚 你對網絡的標準是什麼嗎 它即時多元娛樂開放和互動性強 所以說只要證明到網絡 其實這些多元化就能證明你變笨嗎 不是 這個是網絡的特質 它會影響我們人 我想問的是你對網絡變笨的定義 那個標準是什麼 我們是說網絡 還有腐蝕人的學習習慣 還有它淺化我們的知識吸收 答斷一下 這是對方你的叫論點一 你說有90%的人是沉迷於上網 一直用在上網之間嗎 是青少年上網90%都在社交網上傳播留言 沒有足以學習知識 那我想問一下 我上網閱讀電子書的話 請問我變笨了嗎 上網閱讀電子書 它沒有啊 它沒有變笨嘛 來我再告訴你一個 可是我們有一個報告 答斷一下 我想說 根據2014年全球閱讀報告的顯示說 通過網絡 人們讀書的 中國全球讀書的那個巴仙 提升了65.3% 所以網絡很明顯 更多人參與 可是我們這邊也有一份報告說 學生 好的 繼續說 我能解釋嗎 有學生承認 它是一個調查報告 學生承認自己上網學習 只有0.6% 好的答斷 對方的那個調查是在一間學校嘛 可是我們這邊是聯合國的全球閱讀報告 不是 它是一個調查報告 它不是學校 它是學生承認嘛 你說的是學生 謝謝雙方變手 謝謝 謝謝 緊接著有請反方一遍 進行開篇理論 時間為4分鐘 有請 謝謝主持人 大家好 開裝明義先讓我們明晰幾個概念 首先網絡指的是互聯網 它是信息的傳輸接收奉享的學過平台 而Google Yahoo 衛星導航系統等 甚至面指出只是其中的例子 而根據漢女指典表明 聰明就意味著 距離發達 解決能力強 而距離 當中又包括了觀察能力 以及理解問題的能力 它更多的體現在於 認知記憶和解決問題兩個部分 而本是理解為不聰明 也就是像 智力上不發達 理解能力也比較弱 既然今天的遍題 討論的是網絡對人的影響 那我方覺得 就應該以網絡作為比較平台 作為合理的比較平台 我方認為更應該基於同一個人 使用網絡和不使用網絡 這個比較平台進行比較才更有意義 而且任何事情 經過過度的發展 都會帶來不良的影響 那就所謂的物極必反 就很像 要吃多了也會死 如果這是對方的極端立場 那我方認為今天沒有討論的意義 相對上述定義 只要我方論證到 網絡有使用到我們人類 提升到在社會上所需要的能力 以及解決力有所上升的話 那我方的論場即可成立 首先我方論點有二 第一 網絡的辯解性 提升我們解決問題的能力 中所周知 我們只是人類 並非超人 無法獨自 全知全能的解決 許許多多生活傷 生活上 社會上大大小小的問題 但網絡的出現 卻讓我們能獲取 大全世界的信息 獲取得更快 它可以用來彌補自身 從而提高我們自身的解決力 變得更聰明 例如 我們無法獨自完成的推理 又或者是實驗 因為網絡和危機百科的出現 它的便利與互動 進而激發我們創造性的思維 使得我們有實現完成的可能 又比如說 我們的腦子亂生一團 或者是記憶有限的時候 是網絡的便捷性 讓我們可以找回 失去的記憶或者是答案 又例如 我迷路的時候 是衛星導航系統 幫助我解決 找出最快最便捷的路線 解決了交通方忙的問題 這也難怪 清西蘭心理學家 加穆斯福林說過 在過去的50年裡 大多數人的跡象都提高了 人們更相於科學的思考 要能夠講虛無歸類 操作機器 以線性的方式思考 以及運用現代技術 第二 網絡的等元性 增強我們的理解能力 以及認識能力 網絡除了提升我們的解決力之外 它也增加了我們的機器的廣度 與深度 剩下的我們在有了網絡之後 只是用一個下午的時間 就能搜索到 比亞利三大圖書館 也就是全球最大的圖書館 還要多的資料 這要歸功於一切 就是我們面前網絡的發明 而且 美國伊隆大學公布以上 對專家的在線調查發現 超過四分集團的專家認為 網絡在未來十年 絕對可以讓人變得更聰明 絕對多數專業人士同時表示 到2020年的時候 網絡還能增強我們的 閱讀能力 寫作能力 這是因為 在認識的記憶能力上 網絡的多元性 也比書本更具備 記憶強化的效果 比如說 以立體三圍動畫 將理性的東西 變成感性化 將抽象的東西 具體化 並且在視聽的同時衝擊之下 使得我們 能提高我們的記憶的效率 從而增強認識能力 而且網絡的出現 也使得人們 能輕易獲取自己 所需要的信息 極大減輕了 記憶成功的負擔 讓人在信息索取中 能更多的投入到 理解和分析的層面上 故使人變得更聰明 因此我方堅決認為 網絡使人變得更聰明 謝謝 謝謝 謝謝反方一遍 緊接著有請正方 除了四遍以外 任何一位變手 向反方一遍 進行諮詢 時間為兩分鐘 有請 Dyuan Biu 你好 Dyuan Biu 你好 Dyuan Biu 你好 Dyuan Biu 你剛剛告訴我們說 聰明是這個 智力與解決能力的提升 對嗎 智力當中又包括 觀察能力 和理解問題的能力 所以是理解能力 跟解決問題的提高 對不對 還有認知這方面 好 謝謝我明白了 那麼笨就是這些事情 下降或者是 下降就是笨了是嗎 在您方架構裡面 對 所以我想問對方 在您方架構當中 請問笨和聰明 是相對還是絕對的概念 他是相對的概念 不明白你什麼 什麼相對跟絕對 我是說你在比較人 聰明還是笨的時候 你是以主觀的來覺得的呢 還是你要與別人來比較 你才會覺得他是笨還是聰明的呢 是 一個人 同一個人的主觀比較 但是我想問你 主觀比較對不對 你拿什麼來比較 你是不是拿其他人和他來比較 我方說了 就是使用網絡之前 跟手錄網絡 有沒有提升 我明白了 看有沒有提升 還是有沒有提升 比較 好 第二邊我想請問你 沒關係我 我明白了 是 第二邊我 你認不認為說 這是一個競爭力很高的世界 很高的世界 認為嗎 這是一個競爭力很高的世界 是還是不是 是 非常競爭的 謝謝明白了 那你認不認同說 這個世界是很快速的世界 是什麼很快速 就是資訊很快速 就像寧方所說的 資訊快速的世界 資訊快速的世界 好是 明白了 那我想問你 打個例子好了 比如說 那你跑步的時候 別人跑得比你快 但是你依然保持不變 你是不是比別人慢了 我自己沒有變 你沒有變 但是你已經落後了 謝謝對方便 我明白了 我沒有去跑步 他跑步 沒有他進步了 是 我明白你的歷史 沒關係 第二邊我問你第二個問題 第二邊你認不認為說 沒有投換概念 我明白了 謝謝你 第二邊我想請問你 你認不認同說 工具今天改變了人的生活 工具 什麼的工具 比如說 你說網絡改變了人的生活 對不對 時間也結束 謝謝 雙方變手 緊接著我們有請籌尾 向評審說起積分表格 好 現在有請正方二變 進行陳詞 時間為三 好 就先讓我來總結 剛才的質詢環節 在剛才的質詢環節當中 為什麼我方要問對方 笨 聰明還是一個相對和絕對的概念 因為很簡單 因為我們說 我們要比較 一個人聰明還是笨 我們就要拿一個個體 和另外一個個體 來做比較 如果能力比較高 叫聰明 反之 只叫笨 那為什麼我方要問剛才 那為什麼我方要問剛才 對方今天是不是 一個競爭力 更快的世界 因為我們說 在今天這麼高度發展 那個競爭那麼高的世界 如果別人都超越了我們 我們還在原地保持不動的話 那麼相對的來說 我們也是慢了 我們也是落後了 所以我們今天告訴大家說 如果今天我們不跟上時代的腳步 我們不變聰明的話 那麼這個就是笨的體現 要沒有 為什麼我剛才要問 我們今天網絡是不是 改變工具 是不是改變人的生活 因為大家看了嗎 如果今天有了汽車的話 我們就不倾向於走路 今天有了電梯的話 我們就不倾向於走路 今天有了網絡的話 我們就不倾向於圖書館 所以要沒有 等一下不要再用 濫用來論證我 放例子 用善用來論證您放論點 因為我們這樣知道 這樣是論證不了什麼的 因為我們今天要看的是什麼 今天我們要看網絡 有沒有改變人的生活模式 而網絡的出現 網絡的出現 使用網絡的這種生活習慣 其實是導向人更聰明 還是更笨的 這條道路上面 要沒有剛剛說的很好 他剛剛說的兩點 他其實要告訴我們 一樣很簡單的事情 他告訴我們說 因為網絡上 有很多的那種資訊 資訊很發達 我們可以很容易得到 各種各樣解決事情的方法 所以他讓我們更聰明 好 我們今天並沒有否認說 網上有很多這種管道和機會 可以提升我們的能力 但是我們今天看 我們今天真的有使用這種能力嗎 如果我們有的話 那為什麼我們今天的數據告訴我們說 我們今天有90%的人上網 上的是社交網站和社群網站 並沒有對方所說提升那種能力 如果真的是有的話 那為什麼360上網安全報告告訴我們說 只有0.6%的人上網上的是跟學習有關的知識 所以我們今天看到了嗎 即便有很多這種機會和管道 人人是沒有去使用的 所以我們說上網沒有學習 所以今天網絡讓我們變笨 第二變有 如果我們今天我們上網上的社交網站 去等等無用的網站的話 那我們就覺得還好 因為我們今天更擔心的是什麼 我們更擔心的是網絡讓我們無路歧途 大家我們知道ISIS是打著宗教幌子的恐怖組織 但是我們今天看到 為什麼那麼多人還前不後繼加入這種恐怖組織呢 因為我們看到美國情報學告訴我們 ISIS就是利用社交網站和網絡 來吸引很多心血的加入 吸引的不但是普通人 還包括了法律、工程師、醫生護士等等的專業 所以看到它的影響力可見一斑 謝謝 謝謝 緊接著有請反方 除了四遍 即已諮詢過對方之變手 向正方二遍進行諮詢 時間為兩分鐘 請 大家好 我剛剛提出一種其實是說 沒有變聰明這種變笨的體現是嗎 沒有錯 我們說你不進步你就落後了 謝謝 剛剛你還提出一個跑步 沒有錯 你落後了 那我再請問一下 我承認我們落後 但是 那代表我變慢了嗎 他們跑幾塊 那我有變慢嗎 對方便有 我已經很簡單 我有變慢嗎 有嗎 對方便有 你變慢了 可以解釋嗎 我解釋清楚好不好 今天當整個社會都在進步的時候 保持不變 你已經是落後了 對 我落後 但我變笨了嗎 你落後了 你相對的變笨了 謝謝 我只是沒有那麼聰明 這不代表我是變笨的過程 全部都變聰明的時候 你已經變笨了 是 對方便有我們的標準 是說 因為要有兩個人的比較 還更公平 是嗎 可以做一個人的比較 是我們說要看這個社會 相對的跑向 聰明還是笨的道路 我想問一下 如果我想檢測一輛車 就一輛車的性能 一輛車的性能 然後一個是 然後一個我是請一個 剛剛拿到駕照的人去駕 另外一個我是叫蘇馬克去駕 哪個這樣的話 我可以看到車的性能嗎 使用的人都不同喔 對方便有 我不明白你的標準是要幹嘛 我不明白你的問題 所以很簡單的是 如果兩個人的能力不同 使用的結果 必然是不同的 對方便有 這樣比較的公平 對方便有 這樣比較不出東西 是個人 我們哪一個很會 你會駕車的人 跟一個不會駕車的 好沒關係你繼續 對方便有第二個論點是說 因為我們東西被簡化了 所以我們會很容易 知識很淺薄 是我們簡化的照片是跳門 等到中間的邏輯跟過程 第一個 對方便有請問一下 知識簡化是不是更容易吸收 對方便有你都不知道邏輯 你要那個知識 要結論沒有用 是不是更容易吸收 對方便有你知 是嗎 對方便有你知 對方便有你知 沒有 時間已結束 沒有 沒有用的知識 謝謝 謝謝 緊接著有請 方法二便進行陳詞 時間為三分鐘 有請 OK來 看對方便有在那個 場面環節的時候 到最後的時候 他跟我們提出一個東西是什麼 他跟我們有一點 跟我脫離 跟我非常認知 有點脫離 有點現實 他跟我們說什麼 東西越簡單 其實並沒有更容易理解 那麼請問了 這樣我們的小學生的東西 這樣理解 也是說 小學生很難理解 課本東西 因為課本東西太簡單了 是這個意思嗎 所以很顯然 只要我們的東西 夠簡化了夠 其實可以提升 我們的那個認知 雖然沒有立場 不能成立 再來 其實 要不要一直說 我們知識很淺薄 但又怎樣呢 我們要提出這些淺薄的話 知識是一種積累的過程 就很像我們小學生現在 也不是一種積累過程嗎 然後另外一邊 我總不能說 我們只是單純積累 就比較聰明嘛 再來 剛剛另外一邊有跟我們說 因為如果我們沒有進步 這種變弱的過程 其實啊 就很像我現在 我跟我童年人都比我高 但是他們還在變高 但我沒有變高 我變矮了嘛 所以很簡單 這種類比不能 所以另外一邊有標準 不能成立 再來 其實網絡 除了我們剛剛主編所敘述的 多元性 以及辯解性 會讓我們變得更聰明之外 其實網絡的時效性 也可以豐富一個人的觀察能力 以及社會的互動 眾所周知 一個與社會脫軌的那個井底之王 是沒有人會說他是聰明的人 但是 一個與時並進的人 我們還會說他是一個 真正聰明的人 但為什麼網絡的時效性 可以讓我們變得更聰明呢 因為網絡可以打破空間 以及時間的束縛 就好像我就像可以坐在糞坑之上 我可以依然了解天下的最新動態 在 就很像 我身在馬來西亞 我可以通過網絡 穿越重陽 了解到巴拿把文件在歐洲的 引起的渲染風波 這也印證了秀才不出門 能知天下事的道理啊 其實網絡的時效性 除了能讓我們了解到天下事之外 還能讓我們了解到那些緊急 而且緊迫需要知道的知識 例如在伊布拉病毒橫行的時候 當時如果我們沒有使用網絡 我們將無法在第一時間 得到那一些 伊布拉病毒的危害性啊 威脅性啊 更不要說可以得到它的預防方式 所以各位看到了嗎 如果我們不使用網絡 我們將會是那一隻坐緊關天 無知而且 雖然快樂 但是無知的可憐青蛙啊各位 所以我們要使用網絡 就如果我們使用網絡的話 我們可以不但可以提升 可以讓我們了解天下事 還能了解我們那些緊急 緊迫知識 從而可以提高我們的警惕 而且警覺能力 再來可以提升我們的那個 認知能力 那些解決 如果有懂公司的話 還可以名稱解決能力 所以網絡 可以讓我們變得更加聰明 謝謝大家 好 謝謝反方二便 緊接著有請正方 除了四便之一 已諮詢過對方之便手 向反方二便進行諮詢 時間為兩分鐘請 謝謝主題 對方便我想問一下 笨和聰明是不是一個形容詞 呃 是 是還是不是 好是 那我想問一下你要如何形容自己是笨還是聰明 當你沒有跟別人做比較的時候 呃 我可以跟自己做比較 像我之前比我 我之前跟現在我現在變得更聰明了 耶 你之前跟現在更變聰明了 對對對 好那想 我想請問一下 你永遠留在那個 你今天你留在這個 呃 你是聰明的 你留在這邊 但其他人比你變得更聰明的時候 那你不是笨了嗎 你不是變笨了 跟別人比較起來的話 你已經退步了 我認同前面的半句話 你根本說我是笨 但我不是變笨 因為你要認真的是 如果我沒有跟別人講過話 我的那一些能力會降低 如果不會降低 好會 能力會降低 就是一個變笨 當你就是你退步了 沒有 好下一題想問一下對方 Biu 我想請問一下 你認不認同 你是說網路很多元的知識 很多元的知識對不對 呃 網路 資訊很多元啊 是是是是 好那想問一下 那麼多元的知識 讓你變聰明對不對 你們說 呃是 我可以知道很多 好那我想問一下 多元的資訊當中 有沒有錯誤的 沒有可以看到的是 有沒有 對方沒有 來給我解釋一下 好 網路的特性是什麼 網路可以網路的特性 對方Biu 是有還是沒有 你可以回答我一下嗎 有錯誤 有 好那有沒有被扭曲的 好會 而且 而且 等一下 對方沒有我先問完先好不好 有沒有被扭曲的 我們現實中 也是很多東西 好有沒有被誇大的 有沒有被誇大的 現實中 有 那有沒有被捏造的 沒有 沒有 好那你還相信網路能使人變聰明嗎 沒有沒有 像我課本裡面也是有被捏造的東西 然後課本 好沒有我們現在談網路的 網路對不對 你說多元那些 我想問一下 有沒有這一種可能性而已 是有對不對 那你還相信 還相信網路使人變聰明嗎 好謝謝 結束謝謝雙方變手 奇怪啊 緊接著我們有請抽位 向評審索取積分表格 接下來我們有請正方三遍 進行博論 時間為三分鐘 有請 謝謝主席大家好 綜合以上的質詢 對方沒有告訴我們說 我們要比較我們自己是笨還是聰明的時候 我們要拿以前的自己跟現在的自己比較 所以就是有比較了 而現今的社會 我們是一個群體的社會 我們不可以孤立自己 不可以自己一直良好的認為說 自己聰明還是笨 我們社會是有競爭的 當人家一直越來越的進步 變得越來越聰明的時候 相等之下 我們就是變得越來越笨了 所以今天我們先看看 對方便有所謂的論點 對方便有告訴我們說 因為網路我們可以很及時的知道 新聞以及危機這些資訊 所以我們是來得更有效率的 可是我方好奇的是 到底有多少人真的是哪來讀書 真的是哪來吸收資訊呢 大馬多媒體委員會告訴我們說 有八小時的人 每天有八小時 大家用來畫在這個面子書和YouTube上面 而你在讀書的時候只有僅僅的九分鐘 請問我吸收到了什麼東西 即便在這種 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的學習時間是不是被侵蝕了 即便我可以在那九分鐘裡面 我可以學習到東西 我的知識是非常淺薄的 對方便有淺薄的東西 等一下我再告訴你 再來對方便告訴我們說 因為互動更多 我們可以激發思考 可我方就好奇了 今天大馬這個 這個美國愛夢里大學教授告訴我們說 有90%的人上網只上社交網站 他們不接受知識 他們只不過是在傳播留言和討論無聊的話題 今天我跟我朋友討論 Angela Baby大婚 她整不整心 法拉利姐不累不累不累 請問我聰明的體現在哪裡呢 好即便我承認了你有互動 你有這個激發這個思考的情況之下 你確定你所激發的思考是一個正確的方向嗎 今天這個周宇慧已經告訴了我們 文東是沒有停電事件 可為什麼大家一再提起這個大選的停電事件的時候 大家都在說的確有這件事情呢 即便大家在澄清 可是我們看到網路 大家都沒有再去相信 即便中國已承認了 今天是一中各表 台灣人舉台灣國旗是沒有問題的 可為什麼周子宇舉台灣國旗的時候 大家依然對他漫漫 是不是因為黃安的誤導呢 所以我們看到了在這種情況之下 網路互動更多不一定代表 我們可以激發我們的思考 即便你激發思考 也有可能是去向一個錯誤的方向 所以會變得笨 再來我們說所謂的聰明 就是我們需要一個高品質的知識 和全面的深度了解 網路使人直接得到答案 但是你直接得到答案的時候 你有可能你會忽略過程 吸收的知識是淺薄的 昨天我的弟弟告訴我 他搜索了一下網路 他告訴我 周杰倫是本草幹部的作者 我說是李時珍 我跟他吵得很久 終於我理清了 我妹妹又跑過來告訴我 說藍亭序的作者也是周杰倫 我當時我無語了 所以看到了嗎 網路 謝謝正方三遍 謝謝 緊接著有請反方出了事變 即已諮詢過對方之變手 向正方三遍 進行諮詢 時間為兩分鐘 有請 各位好對方好 請問對方 是不是告訴我們說 美國有一個研究告訴我們說 是90%的人都在上互聯網 然後沒有得到行的知識 所以變笨 是 好 挑一試認真我告訴你 第一 請必須交代 為什麼 必然是90%的人都上互聯網而已 然後第二 今天便題談的是使用網絡 而不是只是使用互聯網 第三 為什麼使用社交網絡會使人變笨 來交代 謝謝 謝謝對方便友 第一 愛莫里大學教授告訴我們說 90%的人上網的時候 只上社交網站 我們看看這個面子書 Instagram等等 這種情況之下 我們沒有學到知識 討論無聊的課題 討論Angela baby 好 到這裡為止 請問一下 為什麼我上Facebook 必然沒有得到新的知識 對方便友 我學到了這個 宋仲基的聊妹技術 請問這是一個聰明的知識嗎 你要聊妹 對啊 所以我沒有變聰明啊 對方 我也知道周宇輝講過那個文童沒有停電 但是我也是從Facebook那邊知道的我 請問這個是不是增加知識的體現 不對 對方便友 又不對 不是因為周宇輝他澄清了一篇 但是全部人都在說還是有停電 大家不許理會 對方他是在Facebook澄清 還是特地開一個台來澄清 他在 我相信他不會開一個台來澄清對不對 他在講座會上澄清的 你騙我他在Facebook有些 他就在Facebook有些 有可能 有可能 對方這個你不能得證 請問那方懂不懂 最新的文盲是什麼定義 最新的 文盲是什麼定義 文盲 文盲對 不會讀書法 不會讀書法 對這是其中一個 還有一個就是網絡文盲 就是我們今天應該探討的 如果網絡死人編本的話 網絡文盲這東西是不是不應該存在呢 對方便友 您方的這個論點是太過的偏激了 我們說是網絡的趨勢 你才偏激好嗎 您方便進行博錄 時間為三分鐘 有請 謝謝 各位 哪怕我方知道對方其實不懂最新文盲的定義 老實說我方都不是要刁難對方 嗯 目的很簡單 我就要給各位知道 其實在聯合國教科文組織底下 最新的文盲定義是什麼 各位 其實是有三大標準的 對方懂不懂第一個標準 不懂 第一個標準就是 不是知的人 就是文盲 就是先有的老文盲 第二種懂不懂 不懂 就是不能認識社會符號的人 就是地圖看不懂 曲線圖看不懂的人 就是文盲 第三種是什麼人 懂不懂 也不懂一問三不知 第三種就是不能實際操作網絡的人 就是網絡文盲 我們今天要重點討論的啦 好 那為什麼我們要減少網絡文盲呢 是因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 希望通過這個網絡 去讓人學習新的東西 讓人跟上時代的腳步 達到無界線的交談 他們跟上 跟上 與時代接軌 達到跟上時代不被淘汰 好 那麼 教科文組織 他們聯合國怎麼做呢 就他們陰性規定 要各大小學啊 或者這個教育機構 都要有最完善的網絡系統 不只是教育系統 是網絡系統都很重要 就連鄉間的小學啊 都要有他們的 一個最基本的網絡設備 就算網速慢 不要怕 因為不怕慢 只怕戰 只怕對方同學 覺得自己現在已經滿足了 這個現況已經滿足了 但是各位 不是的 現在時代要求的 我們 就是要通過網絡學習新的東西 所以通過網絡學習 是一個最好的方式 也就是能夠認真我方立場了 好 如果對方說 網絡教學 網絡教學 通過網絡學習 讓人學習新的課程 就連哈佛跟馬省理工大學 都開放了e learning 然後開放學堂 開放一些新的course 让远程的人达到无界线上网学习 各位看到了吗 哪怕我在厕所门 我不开厕所门 我都能够知道天下事的时候 这个才是让人变聪明的体现 因此如果按照对方逻辑 网络真的使人变笨的话 那么是不是说 其实连哈佛教授都有这样的阴谋 这对方应该给我们交代 此外 我们今天在这里不是说 要探讨要赞扬 还是要谴责那些开放网络学习的先驱者 反而他们让我们通过网络学习新的东西 学习新的技能 让我们人生得以提升 社会得以提升的时候 我方说他们目的很简单 不是要让人变笨 而是要让我们变得更聪明 美化这个社会 迎接美好的未来 谢谢各位 谢谢反方三变 紧接着有请政方 除了自变 以及咨询过对方自变手 向反方三变自行咨询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麦克风测试 麦克风测试 好 对啊没有好 医学你好 对啊没有刚才告诉我们说 文盘其中一个定义就是 连最基本的地图都看不懂 对不对 那是第二个 但是不是我们重点要讨论的啦 没关系啦 我们先说一下 今天我们在网络 我们在网络的时候 是不是有可以帮助我们去 寻找我们想要去的一个地方 有啊 是 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会不会依赖这个网络 带你去到一个地方而你不要去 不会去去记那个路呢 对方 依赖跟靠是两个概念来的 我不可能依赖 我不可能从楼上四楼来到这里都要依赖GPS 对吧 但是我如果从宜宝来到 来到这里来比赛的话 我就要通靠GPS 但我没有依赖 对方便有 在这种情况之下 相对之下 只要有一点点距离的东西 我们就会依靠网络 谢谢对方便有 再来了对方便有 做不到依靠网络 谢谢对方便有 接下来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 嗯 上大号的时候也可以上网对吗 对大便都可以上网 是 好 有可能你的覆盖率是那么的高 好没关系 但我排出大便的时候 我还吸收行的知识 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 变从明天线 在这个网络教学 是不是有这个MOC MOC 就是MOC 我们叫MOC 有有有 这个MOC 请问对方没有知道说 中国的这个研究报告显示 MOC的这个成效率 是低于9.76%吗 知道吗 如果MOC低于9.76% 知道吗 那么实现教学应该更低于8% 我猜 9.76% 全国的有效成率不到10% 对方便有知道吗 又怎样 好 即便是这样 没有让你变笨 对方便有依然认为说 网络上的这个教学是有效的吗 老实说对方 没有效也没有让你变笨 不是 所以在目前为止 所谓的网络教育是 是没有成效的 对方便有 有成效 对方同学 只是你的论证 不能这样论证啊 对方同学你好无赖 谢谢对方便有的承证 我以为你是属女 接下来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我以为你会你让 你不要谢谢对方便有 谢谢各位 谢谢 请接着有请筹尾向评审 索取积分表格 好 现在有请正方事变 进行小结 时间为6分钟 有请 既然对方三变觉得 我方是个无赖 那我就无赖的 请问对方解变三个问题 第一 你方告诉我说 我们一个人聪明或笨 是可以用一个人来比较的 可问题就在于 社会不断地在进步 挑战不断地在增加 想请问你了 这些挑战不断地在进步 挑战越来越大的时候 而你的 你的应对挑战能力 越来越低 一样不变的话 想请问你 相对整个社会趋势 你方的应对挑战能力 是不是越来越弱 所以请你回答我第一个问题 想请问你了 你方这种固步自封的方式 如何判断出一个人是聪明还是变笨 第二 你方告诉我说 我们上厕所可以了解紧急事 了解天下事 当然我方知道 可问题就在于 现在我们看 上色情网站的人 点击量是44亿 会比那些上新闻网站 CNN的人来得多三倍 想请问你了 这些人都把时间花在色情网站 对比起CNN还要来得高的情况以下 请你回答我第二个问题 既然有这些资讯 可是没有人使用 甚至使用的人 是很少的 想请问你 这种情况以下 你方怎样告诉我 人类整体趋势是变聪明的呢 第三大问题 你方告诉我说 最后我们上了Facebook 我们也会知道一些东西 可是问题就在于 你知道这一些东西 怎样导致你变聪明呢 你方自己的丁也告诉我说 聪明是一种解决问题的能力 理解问题的能力 可是问题是在Facebook 我们看到的知识是怎么样的 是浅薄的 是浅薄的 不在乎细节的 没有深入了解的 想请问你了 请你回答我第三大问题 这些没有了解 没有深度 没有思考的问题 如何提高你的聪明 如何提高你的了解能力 思考能力 谢谢 谢谢正方四辩 紧接着有请反方四辩 进行小节 时间为六分钟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昨天对方变我的第一个问题 对方变有告诉我们 他要用两个人来比较 我们说变它是一个过程 还是一个转换的过程 所以我们才说 要用同一个人来比较 如果你用对方 对方聪明我方很笨 这样子来比较的话 是不公平的 但是如果同一个人 他是从笨 变到聪明这个转换的比较 才是符合今天变聪明 或者是变笨变的这个过程 第二个问题啊 有好的咨询不用 所以是人的问题 明明有好的课本在我们面前 历史课本在我们面前 但是你去 你不读书 你就去考试 所以是人的问题 你不能告一对网络 不能使你变聪明 第三 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在厕所里面 所以 对方没有告诉我们 因为社交网单 所以不能够让我们变笨 因为它不能够 因为太过简单 不全面嘛 我们说就是因为简单 所以才容易吸收进大脑 因为我们经过这个 长期的记忆里面 会经过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呢 就是接收信息 第二个阶段就是重新变嘛 第三个阶段就是储存嘛 所以网络的东西 是已经容易理解了过后 我们自己重新变嘛 是这样的精华的东西 让它更简简化 所以更容易吸进大脑 你要用的时候 直接可以用出来了 而且它多元方式 很多多元方式呈现 有影片啊 这样就可以把关公 当时过五官展 六这样的东西 深刻的 具体的把那个情况 给模拟出来 所以你更容易吸收进大脑 我方知道对方恐惧的是什么 对方恐惧的是 因为现在是一个网络 跟一个纸本的 这个讯息互相交替嘛 首先啊 我们并没有说网络要取代书本 我们说现在是因为 这两个时代不断的在交替 所以对方的恐惧 是因为这个思维的转变 它的恐惧是因为这个思维要重新塑造新的一个模式 但是像过去一样 我们的手抄时代 我们也是害怕 因为没有手抄 所以我们就会记不住东西 所以印刷时代的时候 人们就很恐惧 但是事实证明 事实证明 印刷时代来的时候 并没有因此而导致我们的记忆能力下降 反而还创作了很多 很先进的时代 像是工业时代 或者是文艺革新 因为网络提供了更多时间 网络快速解决问题嘛 所以我们有更多时间进行推理 我们有更多时间 进行脑部的思考激发思维 因此我放在说 网络选变聪明 谢谢 好 谢谢反方思辨 现在有请筹尾 向评审索取积分表格 好 现在来到了指导环节 双方领队或其代表 可以向前指导 时间为两分钟 有请 十分钟 看一下 林健 要� 石 好 时间已结束 谢谢双方领队 领队请回席 好 紧接着来到了刺激又紧张的自由辩论时段 由正方开始 每一变手的发言次序 时间和次数皆不受限制 各队时间为4分钟 有请 对方 学习是变聪明最关键 可是大大多媒体资料表示 我们8小时都在上网上Facebook和YouTube 俯视我们的学习先 没有学习如何变聪明 对方要跟我们论真 YouTube这些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网站 我想问对方有一个问题 银芳说要应对未来更大的挑战 请问要用网络还是不要用网络 有网络有那种平台 但是我们都没有去用 因为我们今天看到什么 98些人上网甚至社交网络 所以无助于学习 我们没有用那种机会 有平台你不用 但是你不用网络 所以编本而已 所以总结应对更多挑战 我们应该使用网络 想请问对方 你说90%的人都使用网络 去看A片 看娱乐 好 想请问90%的人是取多少 是不是都取年轻人 第一 第二 你觉得我们整天上网找资料 会找色情资料吗 至少我不会啦 不对 对方便有 首先我们先看一下 90%的人上社交网站 不是色情网站 他们没有传播知识 他们没有知识 他们只不过是在传播留言 以及讨论无聊的课题 这种情况之下 学习时间被剥夺了 怎样变聪明 对方网络那个已经总结了 其实很简单 90%的人上网 上这个色交网站都好 他们只是会上 可能是一下子而已 对方同学没有讲 必然会上 然后如果上的话 必然会编分 体现在哪里 给对方交代一下 怎样上一下子 306安全网的报告 就告诉我们 0.6%的青少年承认 他们只有0.6%的少年 上网是为了学习 想起问你的 只有0.6%是为了学习 怎样变聪明 那边有意思 为了学习吗 那我从其他管道 得到知识 就不懂变聪明的体系吗 再来 我可以从社交网站 得到巴拿马的信息 最新消息 然后这样也是变笨的过程吗 对方没有 没有论证 是对方没有 你透过其他的学习方式 你的确是可以学习到东西 但是网络 马上就剥夺掉了你的时间 让你沉迷在这个面子书 和YouTube之间 你学习到了什么 你变聪明了吗 知道吗 对方便有说 他是说0.6%的青年 所以刚才那个数据 是指针对青年 网络是全球的人都在使用 他不看老人 他不看小孩子 那我在对方便有一个问题 你说网络 一定会让你学习到浅薄 请问 请你论证 为什么一定会浅薄 为什么我一定不理解 如果你放不看青少年的话 那上色型网站的人数 是比上CNN新闻网的网人数 还得多出三倍的 想请问你 多出三倍怎样变聪明 不能理解对方数据局来做什么 想请问对方 如果好像我们这样 我们特别吃肥的人 连吸一口气都会肥的人 我们是不是要把我们肥的 那个圆椎怪罪以空气 不是的 就好像网络一样 如果你真的只要上色假网络好 你上 但是你不应该怪罪网络 那是你人的特性 这个数据就在于 即便你方有很好的资料在手上 但是用的人却少之又少 反而是那些 导致我们自力被破坏的网站 那同学 网络使人变笨 实在体现不出来 什么叫做有用的资料 少之又少 所以总结一句 其实我们只要自当的 我们今天谈的应该是中庸 不是太偏级一定要用 也不是太偏级一定不用 所以我们只谈中庸之道 我们谈到中庸的用法 才会使人变聪明 所以其实什么事情都好 你吃太多 你过度用肯定会死的 药可以让我 可以治好我的发烧 但是一直吃Panel 肯定让我变死 我听明白了 所以对方没有告诉我们说 今天你使用网络 你变笨不是网络的错 所以同样的 你变聪明 你也不是网络带来了 对方便有 9点到5点 这个期间 大家应该拿来学习 或者工作等等的东西的时候 你拿来看色情网站 请问你的脑力在这一块 你有提升了吗 你变聪明了吗 对方便有 对方继续耍无赖 来告诉你 应对未来更多挑战的话 我们应该要学习更多的东西 好好像网上学习 好像网上找资料 我们总不可能 因为找一场资料 一场比赛的资料 就说变笨吧 对方 所以对方不敢 正面回答色情网 这问题 因为我们看到什么 不管是从现实来好 报告也好 我们上网有这种机会 但是我不会去用 所以即便机会很多 我们不会用 上网不学习 所以今天网络让我们变笨了 对方便有 对方便有 色情网上叫我新IGC 然后想问一下对方便有 如果我们是网络的忙 我们不只去一颗警笔之蛙的话 我们还无法接收到那些紧急的信息 那请问不更可怕吗 网络不是让我们变聪明吗 对方便有 刚才那个问题已经解决了 我们看下一题 网络的资讯多而渣 没有人只能以这些资讯误导性强 使我们俯视我们的判断能力 如何变聪明 还有没有 还没有解决 伊波拉病毒恒星的时候 你说那种时候应该要怎么办呢 那还 孤步之谋等死吗 我们知道伊波拉病毒 那又怎么样 变聪明了吗 所以回到我的问题 想请问你的ISIS例子 就透过网上宣传 伊斯兰国理念 结果马大的前教授阿摩阿摩 这样的精英分子都被骗进去了 想请问你 变聪明还是变笨 哇 他跟我们说 因为我们懂了 伊波拉病毒 其实我们并没有变聪明 但相比 现在没有人还不懂 那些人 我们为什么不是变聪明呢 就这样讲话 第二个人要论这个东西 是我懂了这个东西 我是变笨的过程 不然第二个人不能成立 所以电话边有看到吗 因为网上很多人听信说 吃盐巴可以治疗伊波拉病毒 结果一群人就去买盐巴 所以导致盐巴短缺 所以没有我方式没有问题 你要不要看 今天IS吸引了不止普通人 还有精英加入 误导性那么强 为何都有臭明底线何在 现实社会 也会给我们一些很多 很多错的资讯 妈妈小时候也会骗我吃Panadol Panadol 其实是糖果来的 你吃一吃 那我知道我妈骗我过 我有没有理解他出走 没有吧 所以承认 所以承认妈妈使我们变笨 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我们以后就要小心使用嘛 所以同样的 我们承认网络使人变笨 以后就不会加入ISIS 对吗 对方便有 为什么加入ISIS就是变笨 所以对方便有 你加入ISIS 不算一个变笨的体现 那些恐怖袭击 那些东西 不是让你变笨的体现 你只能说加入ISIS 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 因为网络负责传播这个讯息 你只能认证到网络是很可怕 但是你并没有认证到 我加入ISIS之后呢 网络是使我变笨 所以对方便有告诉我们说 今天ISIS没有问题 对方便有你有可能已经被误导了 没关系 对方便有不看ISIS 今天我们说 周子瑜 中国已经承认了这个 一中个表 台湾人举台湾国情没有问题 为什么 黄安讲周子瑜是台独分子的 大家网络上进行谩骂和侮辱呢 这是变聪明的体现吗 一个一个一个解决 台湾第一个ISIS 我们可以从里面 他只是邪恶罢了 看到没有 一群笨的人 是不可能可以完成巴黎恐袭的 一群至少一群 没有什么解决的力 人去巴黎恐袭 巴黎恐袭也是个责任 再来 看到没有跟我们说什么呢 他跟我们说什么 忘记了 这种同学大学家说都加入了 这种聪明人都加入 明显变笨嘛 所以想请问你了 这种同学 周子瑜的事情 本来一中个表是没有问题的 可是为什么黄安讲出一句话过后 全部能跟着他错误下去 想到的刚刚 他跟我说 忍慌安 oui 没有 我不会从这个世界里面 从网络这种事情 可以看到什么东西 中台基的紧张关系 可以了解这东西 为什么不是这种 变聪明的过程呢 对啊没有 不要以小关大 但是我们今天看到的是 网民的紧张关系 即没有人出来澄清 一中个表是没有问题 但是更多的是什么 选择骂一骂周子瑜 宾说那些 宾说那些保护周子瑜的人 是走狗 所以这样子 你应该看到的吗 论证多少人 这样变有 人数不重要 重要是很多人被误导了 即便有人在澄清的时候 更多人是选择不相信 因为好事不出门 坏事传全理 这个定义是现实 从古至今大家都知道的 周子怡和黄安都是有名人 所以他们要炒新闻 才会做出这样的事情 所以你并不能论证到网络 可以让人家变笨 最好是炒新闻 所以如果你不看黄安例子 我问你了 当同学文东周一会告诉我们 文东是没有停电的 结果现在还是有人认为 文东是停电的 想问你 这种误导性强不强 对方可以耍回来 但是不要耍在周一元神上 好不好 谢谢各位 所以你要告诉我文东 又要知道新闻 所以看了吗 即便往上 谢谢 谢谢双方便手 现在我们有请筹尾 向评审说起积分表格 好 现在有请反方事变 做出最后的总结 所剩时间为3分钟37秒 有请 谢谢主席大家好 刚才在自由变最大争议点呢 就是关于假消息的事件 我们说网络是很多人在使用 包括知识分子 所以这些假消息呢 其实当下被传播出来 会被知识分子当下压抑下来 所以假消息事件 在现实生活也会有啊 所以网络其实它达到更快 就可以把这种假消息给压制下来 第二对方便 我告诉我们网络其他的东西很浅薄 所以人们并不能长期 就不能 因为很浅薄 所以人们就不会使人变聪明 那我想说就是因为这种浅薄 所以人们才容易理解 就是因为浅薄 简单 二要所以才会吸引人的 这个兴趣去读啊 如果你是个长篇 大陆的长篇小说谁要去读啊 但是如果关公的故事是很简洁 在20分钟内可以完成影片方式呈现的话 小朋友甚至大人会更倾向 这个方面去读这个故事 对方在整场变中 不看我们一点是 说我们的时效性 我们说网络可以给我们 为我们带来一个跟时代并进的一个功能 就是说 如果伊波拉病毒 现在在这时候有发生的话 我们可以通过网络知道现在死亡人数啊 知道最新的消息啊 知道要怎么预防 如果相比于传统每一届像是报纸或是新闻那些电视主播的话呢 他们只有在特定的时间才会跟你跟进最新的资料 如果不要从网络上得到这种最新资料 难道你要早上和晚上才去知道这种资料吗 就是因为早上和晚上知道这种资料的时候 中间可能会有太多人的性命 这样子能上网了 其实网络的好处还有很多 其中第一个就是它的辩解性 就可以当下解决到这些问题 比如说我现在不会来到赛场 来到这里比赛的时候呢 我就可以用手机上的GPS search到这个地方 当下解决了车龙的问题 那它第二个好处就是多元性 它的多元性是体现在于有两个方面 第一个就是网络是可以从很多方面得到很多资料 另外一个是它的资料呈现方式很多 很多方面得到很多资料 就是它可以去到国外图书馆啊 甚至社团啊不同的地方得到一些知识啊 或者是报告 所以它其实它是已经突破了空间还有时间的挑战 第二呢它呈现的方式很多 就是说它是有影片的程式方式 或是有音乐的方式 甚至是两个一起双管齐下呈现方式 所以呢可以把关公过关斩六这样的情况呢 深刻可以将它具体化 配上这个声音啊 而且可以让到你看到一个人数啊 所以你是可以深刻体验到 当时关公过关斩六这样的那整个情形 反正是书本对于那些想象能力没有那么强的人 可能就做不到这一点 所以他们吸收能力得不到改善 所以他们不能使他们变聪明 来到这个别乐赛的后面呢 其实我们想告诉大家我们说网络使人变成我们并不是要鼓励大家一直使用网络 因为一直使用的话会走向极端化 我们当然 网络也不希望说网络这伟大的方秘是使人变笨的东西 因为现在大家都一直在使用嘛 但是在这资讯爆炸的时代呢 我们一个人要做的东西很多 我们不能一个人就只为了专注做一样东西 因为我们不像古代只为考试可能花上一辈子的时间 我们不能只是为了变了而不去谈恋爱啊 所以我们才说在一多一少资源多时间潮的情况之下 网络可以腾出更多时间让激发我们思考 进行分析 所以网络使人变聪明 所以总结一句 网络可以使你变聪明 让你永远保持寂静 战继现实 谢谢大家 好 谢谢 紧接着有请正方思辨总结诚实 时间为4分钟12秒 有请 对方开始告诉我们说知识分子会把错误的信息压下来 可是问题是文东庭剑事件 周子余事件 不管专家怎样澄清 最后还是不了了之 所以这种同学的反驳不能成立 再来看对方同学两种主论调 第一 对方同学告诉我说 网络有很多东西很好用 这得我方承认 但是用的人有多少呢 我方数据告诉大家 有98%的上社交网站没有在学习 只有0.6%的新少年上网是为了在学习的 况且那些上色情网站的人 是比上那些CNN这种新闻网站的人来得多的 想解问你了 你一方有知识 可是没有人去运用 你一方的成效在哪里 没有看到 况且你一方说教育很有用 我方承认 但是问题是 像我们看到MOOC e-learning之前的例子 那些在网上教学的效率 也只有9.76%而已 这样低的成效 你一方如何论证 你一方是变聪明的 再来 东同学第二种主论调 是对同学退守到最后 告诉我们说 东同学在Facebook里面也有知识 这些知识 浅有什么问题 浅就是非常大的问题了 因为一加一是实际上最简单的公式 可是我们会说我们了解的一加一 就让我们辩分吗 我方最担心的是 对方同学杰辩告诉我们一句话 他说 那种深又多的知识 那种繁杂的知识 谁要去读 就是因为对方同学这种态度 结果现在人家看三国演义 不看一整本的三国演义了 人家只看在网上的简洁版懒人包 五面 你就了解曹操了解关于关公吗 没有 所以现在的人们不知道关公败走金钟 他只知道关公过五张斩六张而已 这种知识 这种浅薄的东西 怎样让我们一个人变聪明呢 这些浅薄的知识就是我方担心的 所以就好像现在我们骂那几 二十六位贪污丑闻 可是问题是 我们了解这二十六位贪污的来龙去脉吗 我们了解这二十六位对我们的经济发展 有多么的大的问题吗 我们了解这二十六位对国家未来长远的发展 的那个问题是什么吗 我们不知道 因为网络的出现就导致我们很多时候 直接推向结论 过程当中没有思考 这就是网络带给我们浅薄的最大危险 各位 我方了解对方同学今天态度 是想要捍卫网络的 我方也理解这种行为 因为人类从历史来看 从来不会承认自己的行为 自己的发明是有问题的 就好像当时候我们在发展工业非常迅速的时候 科学家甚至一度觉得工业那些空气污染 对地球是没有伤害的 到了近代 直到科学家发现 马尔代夫一天一天在下沉 冰山一天一天在融化 我们才开始愿意承认 现在的工业发展是非常危害地球的 所以我们才改用预测科技 同样的 东同学今天提出了很多网络的好处 我方承认 可是就是因为这些好处 导致我们的智力越来越下滑 东同学没有看到 现在的大学生平均每天只用9分钟在学习 现在的青少年只有0.6%上网是为了学习 甚至ISIS的例子 那些透过网络传播的伊斯兰国理念 导致大学教授律师 这些社会顶尖的精英分子都被误入企图了 想请问你了 这些数据不是我方威言耸听 是数据案例实时在摆在你我面前的 所以当对方同学不愿意看这些错误的时候 当有一天这些误导性的消息越来越严重 这些学习人们因为为了增加知识 增加知识而学习时间慢慢被侵蚀的时候 当这些问题越来越严重 影响到人类整体智力下滑的时候 东同学才要承认这些问题 东同学我方告诉你 那时候太迟了 谢谢 好谢谢正方思辨 谢谢双方今天所带来的精彩辩论 现在有请丑伟向评审说起 其余的积分表格以进行统计 好现在大会有请评审团到台前来 进行现场评决以及公开讨论 评审请 在进行公开讨论之前 请评审们投下印象票 林梓杰先生把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第二位评审 第二位评审 萧敬伟先生把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而第三位评审 陈绍千先生把印象票投给了正方 好请评审开始点评 大家好 我先讲一下我今天怎么拍印象票 对我来讲这场比赛还蛮明显容易平的 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这场比赛 首先我觉得双方前半步争 我这样子来看这场比赛好了 这场比赛有几个交锋 第一个就是双方在前半步一直在争的一样 到底我们要在同一个人比较 还是跟整体社会 然后跟我个别人比较 他变成为我变笨 讲真的对我来讲 这个东西争这么久 真的一点意思都没有 因为 我认为 比较能够说服我 这个人变笨还是变成为我叛断 我会比较倾向于这边 就是我觉得我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因为的确 他跑得快 不见得一定论证我变慢 这个东西比较符合我的内心的那种经验法则 可是你们争赢了又怎么样 反而我觉得你们争赢了对你们更危险 因为你们争赢了你们很开心 然后你们在讲的东西 其实很漂浮 很漂走在你们一边搞开出来的东西 你们后半步在打的东西 根本是没有跟着你们一边搞要打的东西 简单来讲 我反方今天很大略是来自于 其实第一 你们的论证你们放掉了 第二你们的反驳是很浅薄的 就是我觉得很浅薄来自于你们 惯用的一种方式来反驳 就是你们很喜欢用纯技术来反驳 那就是空话来的对我来讲 我听了我不会觉得对方真的很无赖的 我反而觉得你很无赖的 对我来讲 你可以回去看影片 这个绝对是的 然后在这样的对比情况底下 我就会去听 到底谁可以讲到内容上的反驳 OK 我认为在那个比较上 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比较 我会比较倾向他们 可是倾向他们过后 他们没有在这个抢赢的东西上 做很多的论述 怎样变本的论述 那我就先不讲这个 所以这个东西我是给他们赢的 好那我看后面 你们的战场怎么去打 我觉得今天正方的整个架构的设计 就是开出来的东西 有切到变体 甚至我觉得在你们的第二个点 就是你们后来比较站得住脚的点 是把对方的东西吃进来的 怎样讲吃进来呢 因为你们认为 在你们两方的世界 你们的变聪明跟变本 真的是很截然不同的 你们的这边是汉林书院 变聪明就是哇好客哦 我要怎样就是高格素质 我要有很深刻的知识 我才叫变聪明 然后那边的变聪明是怎样 那边变聪明只是要 我涉猎得越来越广 然后我增加我的解决问题的能力 我去顺应生活的能力 其实这个双方是可以争的 我甚至我觉得反方 反方可以争得赢的可能性 是比较大的 对我来讲 因为我觉得 你如果真的要我讲 到这样子才叫变聪明 就是哇你要很专业 很怎样 我一定要读到PhD 哦 Master就是一定比PhD笨 这样子 我觉得其实蛮不能说服我了 对我来讲 可是我觉得 反方自杀在于 你们在反驳的时候 你们把很多自己的东西 是矛盾的 你们说 哦 这个人的解决能力 我因为上了网 然后我知道这个消息 我知道这个消息过后 我对于 比如说你们举的那个 Ebola病毒了 哦我有办法 我手上有一套解决能力 比起没有解决能力的我 我是变得更聪明了 这个东西可以讲 可是 你们在反驳对方的时候 你们就讲 哎这个人 变笨 你是承认他是变笨哦 可是这个不是网络的问题 这是他的问题 那同样啊 正方上面就告诉你 那你变聪明 也不是网络的问题啊 是你的问题啊 是你本身之领悟啦 或者是你本身怎样 当然在一些例子上 这个东西不成立 可是在你们很多的反驳上 其实你们自己矛盾 你们是不知道的 所以这个东西 对我来讲 你们是不清楚 自己要打的论证方向 是什么 对我来讲 这是一个感觉 OK 去到下一个 你们 那个战场上 他们 正方承认完反方 所有的好处 我承认你网络很有好处 我承认你网络快捷 这些东西 这就是因为我觉得 这场比赛 他们赢在的地方 就是他把你的东西 全部承认出来 然后他又给你一个定位 你的这些好处 顶多让我知道 更多的消息 资讯 可是也就是因为 这些好处 导致我变笨的 这套说法 其实说得通的 当你知道 更多消息的时候 你的判断的力 不一定是 更准的 当你知道 更多消息的时候 你相信 或者是你去认知 一件能力的时候 不一定是更果断的 这个东西 在他们的例子 比如说他们举的几个 文东的例子 那些东西 周子约的例子上面 都很直接的反映出来 我知道这些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 让我群众里面 很大的骚动 很多的谣言 这些东西 大家的判断能力下降 这个东西 就直接插到你们的标准了 因为你们说 解决问题的能力 那认知能力 也在你们的能力里面 你们一边讲的 那认知能力 变低就是变笨 所以他们其实有 常常是用你们的标准 也论证他们的立场 所以我觉得 这个是他们攻击 成功的地方 但是我认为 这个攻击不连贯 而且不 不形成一股 很集中的势力 只是很灵散 可是很灵散 在于你们一直 有重复这个灵散 所以好像有形成一股势力 对我来讲 我就听到了这个东西 好 这个是正方间 做的好的地方 而且正方开的东西 是完全没有受到攻击的 完全没有受到攻击的 那他们的东西 守下来了 他的攻击又有效了 这是他们做好的地方 我们来看反方 我觉得反方开稿的时候 我觉得还OK啊 就是你们要打的东西 都很OK 比如说 开始你们说 解决问题的能力 随着网络的普及 然后增加你认知能力 知识的深度跟广度 其实这个东西 我有吓到啦 对方真的没有打 我觉得反方 今天的架构 应该再补上一个东西 就是社会背景 现在的背景是什么 对方要你用网络来读书 所以他们把战场 圈在学习 我觉得这个东西 很奇怪的 还要你用网 其实它就是 简台词 就是还要你用网络 证明网络 可以取代正常的教育 我们的书本学习 那才是叫变聪明 我觉得这个是很霸道的 这是你们正方的架构 后面前才是很霸道的东西 可是你们没有讲出来 所以他们都在跟你们谈学习 讲真的 如果你们把今天的东西 定好一个位置 就是今天 讲真的 现在的社会 大家都不爱学习 是不爱学习 不爱阅读这个东西 你们可能要下一些功夫 去讲现在背景是怎么样 那网络起到的作用是什么 它在一个大家都不喜欢阅读的情况底下 可以让你喜欢上网这个特性 让你接触到可能可以阅读的层面 就好像你们很喜欢提的 关于三国演义这些东西 你叫一个小孩去读三国演义 跟让他上网打三国杀 他会哪个更有兴趣 搞不好 他因为喜欢三国杀 哇这个游戏很好玩 上网 然后这个性质 catch out他的那种喜爱 然后他去读三国演义 看三国演义 看三国志 我真的有朋友这样的哦 所以 所以真的你们可以 从这个切入点去打 网络让你在现在 OK 为什么我们的时候会变成这样子 可能有很多因素 因为资讯爆炸 当然资讯爆炸 是不是网络带来的 这个我不可以下定论 但是资讯爆炸 他必然是社会进步的一个产物 在资讯爆炸 淘汰资讯或者截取资讯 都很混乱的情况底下 网络给到了什么作用 这个作用讲让他变聪明 我觉得这个东西 是你们要着重在打的 然后我觉得中期有一个东西 是我还蛮听到 有在推进的东西 就是识变打出来的 他讲 其实资讯是一个接收 然后你要重新编码 然后储存的这个过程 那 其实你们要讲的就是 它起码让你接收面变广了 你知道这个东西有被攻击的可能 因为他跟你讲判断力会下降 那你起码要把第一层也收好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你们可以开展的东西 你们连第一层都没有收好 然后你们的逻辑是 我有接收了 我就储存在里面了 你自己讲 接收快 今天我接收了A 可是B又很快要挤入我脑 A就不见了 这就是他们正宗他们的下怀 然后我觉得当对方打这种东西的时候 就是正宗你们的下怀 你从把资讯接收到重新编码到储存 成为你的知识 在你手上可以运用的知识 你直接从接收到储存 你没有重新编码 你没有成为你自己的知识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 就为什么我讲你们进攻不一致 这些东西对方讲的时候 你们没有抓着打 我就觉得反方很可惜 在于这些东西没有很好去处理 第一层很多的反驳 其实真的很空 我觉得可以的话 你们看一下影片 回去讨论一下怎么进步这一块 因为我觉得 有技巧肯定是好的 尤其在咨询的时候 你可以看得出 反方是比较好像有技巧 看起来比较有技巧的 可是其实正方也蛮有技巧的 尤其正方三变 他的技巧真的是 冷面笑这样 然后一直捏死你 然后你不懂你死了 你懂吗 真的真的 他的冷面笑这样 他讲到我 我会笑的 然后他自己面不改色 其实他讲的东西 为什么会有那个效果 我告诉你 因为有道理 他讲的东西有道理的时候 我会马上 又加上 他可以这样轻巧讲出 这样幽默的东西 这个就叫做幽默 对我来讲 然后我觉得 反方真的会可以是很好的变手 可是我觉得你们要 花更多的时间在内容上 去阐述内容 我觉得辩论 尤其是在论述环节的时候 当你把整个论述环节塞满了辩论的台词的时候 实际上比赛真的听得很辛苦 这是我给双方的一些建议 好 谢谢 好 谢谢 紫杰 我们做律师有讲说 I refer and adopt all his submissions 所以我首先讲的就是 我觉得 紫杰讲的东西我都赞成 这样就可以cut short我很多 要讲的东西 基本上这场比赛 我这样子说吧 我觉得是很明显的 正方一直都在赢着一点点 一直到最后 这样子的意思 大家明白吗 就是说反方其实不是很差到那种 正方是完胜的 但是就是每一个环节 每一个环节 正方都稍微胜 所以它是很明显的正方胜 但是不是胜很多那一种 这是我的感觉 要澄清这一点 那么我先讲 印象票整体下来 我觉得正方可以赢的关系 因为他们一开始打出的论点 一直到结变 都是从头贯彻到尾 包括在自由辩论 这一点反方没有做到 其实好像紫杰说的 反方的主编提出的论点 其实我觉得是很好 也很可以发挥的 但是一直打下来的时候 每一个变手都有 自己想要讲的东西 所谓印象票我很简单 三遍要讲的东西就是 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网络 这样你为什么还要网络 如果变笨的话 结变给我的感觉 他一直要讲的东西 就是网络的多元 你可以用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不同的方式来呈现 前面两位就之前讲的东西 就是主编当然是讲他的稿 所以感觉上没有一个连贯性 所以没有重点 所以整体上听下来 然后正方呢 所讲的东西都有很多 数据跟很多例子去佐证 所以整体这样子看下来呢 我觉得正方是策略运用对了 然后整体下来也能够留下一个很深刻的印象 他们在讲什么 这个是反方今天没有给到我的 那么如果进去细节呢 我觉得正方 OK 正方今天谈的两个主要点 从一边一直观测到结变的 就是第一 有网络又怎么样 人家没有用 这基本上是他们的第一个点 人家没有用 他们上色情网站三倍 多过CNN 其实还好吧 然后我还以为是十倍 原来只有三倍 然后第二点就是0.6还是0.9只要去学习 这些 这是第一个论点 他们第二个论点就是讲说 网络的本质是快的 简单的 简洁的 聪动的 所以别人要看 所以这些网民可能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或者知其一而不知其十 后面的背后全部都不懂 这样子一种方式打下来呢 我觉得很好 主编开得很好 我就在听反方会怎么论正变题 对 正方还有一个前提 他的变聪明 他要高素质的教育 高品质的学习 什么都是高的 这样子的一个东西 我觉得反方应该要非常敏感的 就要说出来了 这是为什么我说子杰讲得很对 就是讲说 他们把变聪明的门槛放得很高 反方应该要很敏感的知道说 这个东西不对 虽然反方自己把门槛放得很低 但是却没有跟对方先咬着 到底变聪明跟变笨的门槛在哪里 因为反方说的其实很简单 第一就是 他提高人的能力跟认知 你知道了 你知道了更多东西 那是变聪明的一种体现 然后第二点 他们说你提高了人的解决能力 因为来到现在时代有太多问题了 只要提高了解决能力 你就是变聪明了 看到后面的不同吗 就是你的门槛是很低的 这一点应该要点出来 说你们的门槛太高了 为什么这样子不是 双方都没有这样子打 反而去争了这个 也是直接说的很对的 完全没有意义的 到底我们应该是个人 变聪明变笨 还是要跟社会整体来比 正方你们花了很大篇幅的时间 去谈这一点 但是你们的论点 你们这样子谈的时候 对你们没有战略意义 这个我在另外一场比赛 我也提过了 可能再次再告诉大家 你们必须要很清楚地知道 你们在场上讲的每一句话 你们在稿里面写的每一个词 有没有战略意义 你为什么要抢 你抢来做什么 你的论点没有人上网 所以原本你可以自己慢慢去学习的 OK 不 你们第一个论点是原本 有在那里 但是你没有看 你花更多的时间 去看上色情网站 剥夺了你学习的时间 这不是个人可以给你们用的吗 个人从以前没有网站会来读书 有网站上色情网 剥夺了学习的时间 第二点你们谈的是什么 你们谈的是 那个 正方 OK 你们谈的是简单快捷 所以之前你可能要自己去读 你们说关公的书 但是现在你们看了简单快捷不懂 你的两个论点都可以承认它 这一个衡量标准 为什么你们抢 大篇幅的抢 一遍二遍三遍 接遍自由遍再抢 抢来做什么 不明白 这一点我也赞同梓杰的 我给反方赢 这一个论点 问题在于我再次赞同梓杰的 你们抢来了做什么 你们抢来了为什么不要用 你们为什么去跟对方打这个 看色情网站的人 为什么你们不讲另外 你看你们谈的东西里面有一个潜台词 你们所有的衡量标准里面有一个潜台词 就是从不知到知 是变聪明 从知道一点点到知道很多 是变得更聪明 从知道很多变成精英 那个也是变得聪明 所以你们应该 这个才是你们为什么要用 说要以个人来比 对不对 那你们抢赢了过后 却没有利用这一点 我觉得这是非常可惜的 对我来讲 我不知道少谦 但是如果我们两位都觉得 抢这个东西是反方抢赢的话 你们抢赢过后的策略意义是什么 为什么要进去跟他们谈 看色情网站的那一部分人 我不跟你谈那90% 我就不跟你谈那99.3%了 因为我们已经抢赢了 看个人嘛 我跟你谈这0.7%学习的人 原本不学习到学习他有没有变聪明 那你要跟我论证这99.3%的人 原本就不上色情网站 原本会去学习的 如果上网站去上社交网站 你要跟我论证 他没有上社交网站的时候 他是读书的 不能够随便跟我讲 剥夺了读书的时间 就是剥夺你讲 有没有数据 对不对 可能这一群人原本就不喜欢 可能他就在公园走走 或者跟朋友打游戏 所以我觉得这一点你们抢来了 没有用 很可惜 然后在自由变的时候 我个人觉得 自由变是胜负比较明显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正方呢 如果正方呢 我觉得是自由变 我真的觉得 很多大专都应该学习 很多大专都应该学习 包括好的大专 他们谈的东西是 解决你的问题 从来就不用技巧去面对 他们会站起来告诉你 你为什么说错了 然后再讲自己的论点 又或者是将自己的论点 融成一个在场上的反驳 来反驳 反方刚刚说的东西 这样子的一种 很行云流水的自由变 我个人非常欣赏 我觉得非常好 所以在自由变的时候 他们既能够把他们的论点 输送出来 但是也能够很有效地 反驳反方 反方在自由变的时候 可能就稍微有点不平均 都是三变 跟四变可能谈得比较多 但是也纯属于一种 非常表面的探讨 跟攻击 而且对于正方讲的东西 都可能很快地就带过 然后尝试讲自己的东西 但是这一点 其实在正方已经反驳过后 但是还不断地在重复 我觉得它的效果没有那么好 那么来到节变 我略显反方的节变 没有带评委 或者是大家 更深一层地看今天的变题 基本上如果你看一下 你节变前三分钟 或者两分钟谈的 跟你在第一个小节谈的东西 几乎一模一样 几乎一模一样 我操的 我觉得节变的 之所以有两个小节 第二个总结环节 你应该要让大家看得更深远一点 更高一点 更大 更大一点的视角 或者是可以针对 整场自由变里面 发生的事情来点评 但是我觉得你没有做到这一点 当然你最后有一个价值 我觉得那个价值还不错 正方也没有好很多 但是对我来讲 至少正方在总结的时候 都是从自由变 整个自由变里面的各种交锋 归纳一下来谈 虽然内容还是一样 大概是这样 还有最后两三一两点 我觉得整场下来 双方对于对方的论点 都有一层的反驳 我觉得这一点 可能就是说 一层的反驳 就是你们来来去去 都是用同一个面向 同一个方式 同一个字句 同一层的反驳 我觉得可能 这样子就会稍微闷点 这一点 比如说正方抢那个个人 跟社会讲来讲 这些也是一样的 反方在讨论这个 没有时间用 是网络的错 是人的错 不是网络的错 也是讲一样的东西 一直都是重复一样的东西 我觉得这样子会 有点沉闷 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 我想讲的是反方三遍 如果有机会晋级的话 我真的觉得 潜持用具跟态度方面 要注意一下 我相信你是正方三遍的朋友 如果不是的话 我会非常非常的惊讶 我觉得只有朋友 你才可以讲说 我以为你是俗女 但是你不是 我不觉得那个是开玩笑 那是人生攻击 我真的以为你们是朋友 台下朋友 我也觉得没有很对 但是如果台下不是朋友的话 那我 我震惊了 所以我觉得 你可能 其实你讲的很多内容 我觉得都蛮好的 但是 我觉得你的讲话的方式 个人的人生攻击 我真的觉得没有必要 刚才的 尤其是正方 你都说了 他整个就是 正方三遍 整个就是俗女 一样来跟你谈 你还用这样子的方式 来跟他谈的话 真的是有种相形 见错的感觉 就不是很好 好 我的点评到此为止 谢谢 大家好 我就简列交代一下 我的印象票判决 跟之前两位评审 其实也没有太大的差别 我就觉得在抢这个 个人社会 抢跑慢跑快 我觉得 我先说不论说是谁赢 抢赢抢输 我觉得战烈意义 到后面的开展 主要是我觉得跟后面的开展 衔接不够 其实你抢赢了 可是你从那一点进行的推论 我觉得是没有衔接到的 我不知道是在场上交代不清楚 还是你原本有东西 想打个打 没有打出来 就听不到你真正的战烈意义在哪里 然后从这边再往下看 正方今天其实 就如之前评审所说的 正方其实今天的主线是非常鲜明的 也就是今天先谈如何用 也就是今天如何用网络 然后它下面是一堆数据去支撑 然后再来想说今天即使是 他主要是推论到很多社交网络 90%都是用社交网络 然后告诉你社交网络用的 都是非常的浅薄的知识 正方其实这么打主线鲜明 好处是主线鲜明 可是它不好危险的地方 其实是这个主线鲜明 就相对的就容易被攻击 可是我觉得反方今天做攻击做得不好 我觉得也是 我觉得也是今天的一个 印象票的其中一个原因 其实这两条的 这个主线这两个论点 其实是可以被挑战的 也包括第一个东西 因为第一个论点 也就是如何用在这一边 正方今天是用数据去支撑这个论点 反方其实一度有去用数据去挑战 可是非常非常的蜻蜓点水 所以说用了那三个 可是这三个 可是这三个没有真正攻击到正方所用的数据 包括这些数据是不是现象归纳 到底是如何计算出来的 那些社交网站指的是什么都没有 所以我觉得是在正方就在这边就成立了 然后再下来这个正方还有另外一个论点 也就是今天的社交网站 他觉得那知识非常浅薄 浅薄的这一边呢 反方的这个回应是 浅薄你就容易吸收 这一层其实我觉得 正方后面的处理得比较好 也就是说今天其实我们要 我们不应该就是用那种懒人包的那种态度 面对知识 可是其实反方这边其实应该走的方向 其实更应该的是从完全不知道 到我们相对了解 这个过程 这个动态过程本身是不是一种智力的增加 会不会是一种掌握度的增加等等 所以在这两条 这个主线底下的两个论点上 翻翻的攻击 要么就没有攻击到点 要么非常的蜻蜓点水 所以说正方的那个主线鲜明 而且就成立了 而且相当的贯穿 我说一个 就是说其实正方其实有 对不起 反方 因为反方这边其实有几个比较可惜的地方 OK 反方自由边其实一站起来的 第一个炮弹 第一个战场其实相当不错一下的 也就是说他问的是 应对这些挑战 应对社会这些挑战 我们要不要网络 其实这个还可以延伸去谈 那个跑得快跑得慢的例子 面对别人比我们跑得更快 我们到这时候的态度 到底是要舍弃网络 还是掩用网络 等等 他就可以把它整个人扩大 把那个东西打得比较深一点 也包括衔接你们之前所讲的东西 我们要网络的这件事情 然后也回应掉那个所谓的那种 掌握能力 解决能力的东西 也包括那类比那边 跑慢跑快那边也一起衔接进去 可是这个问题呢 问了第二个发言之后就不见了 就淹没了 反方这边其实 技术其实我觉得是 是有经验 可是我觉得很多基本的职业 我觉得没有做好 正方这边相当的贯穿相当好 而且我觉得今天算是 没有被挑战到的 所以就 这个就是我的 这个印象票的判决 谢谢大家 好 谢谢评审团给我们的点评 现在我们有请评审 在听过各位评审的停述后 投下这一场比赛的总结票 好 谢谢评审团 请评审团回席 到了大家最紧张的时候 也就是公布成绩的时候 在公布成绩之前 我先为大家介绍今天的最佳变手 今天这场比赛的最佳变手是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三变 刘亦轩同学 现在公布票数 在刚才的印象票中 正方获得了三票 分数票里正方获得了三票 而总结票里正方也获得了三票 现在我正式公布这场比赛的 双方总得票 正方在主票中总共获得了主票 所以我宣布今天的优胜队伍是 来自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队伍 恭喜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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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镜与点点栏目